提醒大家今天要注意保暖 不过来看到最近的热门话题 就是大陆的空气污染 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会有切身感受 因为将会受到来自大陆的雾霾 沙尘暴双重威胁 环保署昨天傍晚就发出了警讯 今天到冷气团带来雾霾还有沙尘暴 预估全台空气品质都很糟 今天中部以北受到沙尘暴影响最严重 所以建议大家出门最好戴口罩 今天沙尘暴将会影响台湾 整个白天雾霾则是会持续到明天